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察国土 要特别的怜悯 特别的照顾 不但要照顾他 还要教导他 儒根佛教导我们 儒家是说出来了 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私 明显地教出来 佛教了没有 佛教也是如此 散在许识多多经论之中 佛教最殊胜最伟大的理念 是一切众生 同一体 这个理念伟大 虚空伐介一切众生 一个心 一个自信 一个法人 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 认知 就不是真正学佛 真正学佛 华言经上有条件的 甚至于 你还有个妄想 这个佛殊胜 那个佛差一点 这个佛大 那个佛小 你是凡夫 你永远 不会有 你的雾门都散了 这个我们要懂得 佛法是平等法 世尊 在无量寿经上 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要晓得 方便输入 祝佛如来平等的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鼓励我们 依靠阿弥陀佛 待业往生 这业生才能得度 如果不清净阿弥陀佛 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修学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要断烦恼 断货振振 这个事情难了 恐怕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这是祝佛如来 不得已的苦心 苦语 大慈大悲 我们要懂得 所以 往生 是不难 提高品位 可不容易 你有正确的认知 知道佛法是平等法 对于提高品位 就容易了 还有差别 还有等级 平位 没有办法 向上提升 众善音的善口 造作物业 必定有 我报 国报 太快了 太明显了 所以我常常 劝勉 我们同学 做好事 也要守法 不能说做好事 我就可以 违法了 魏法 是一种非常不对 而且那是高度智慧 我们要没有智慧 也学菩萨全瞧方便 往往后面惹了大祸 所以欲速则不大了 真正有高度智慧 通圈大变 他知道会遇到什么 问题 问题如何能够化解 他都很清楚 很明白 你问题来了之后 手忙着了 没有能力化解 这是决定错 一般同学们 听说这个事情功德大了 赶快去做 急功耗力 心不清净 这种好事 说老实话 不如无私 为什么呢 这种的好事 修福 国报是 人天 游漏 佛报 你一定 会得这个佛报 得佛报之后 你想一想看 你能不造业吗 我们看 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 做大官的 发大财的 都是前生在佛门修复 今生他们有地位 有权势 有财富 他造的是什么 所以 希特勒前生 大善了 所以才能做过往 才能杀几千万人 不要偿命 凡夫杀一个人 就偿命 他杀几千万人 不要偿命 你说多大的佛报 富贵人家 天天吃众生肉 吃了将来要还债点 佛经常讲得很清楚 吃他半斤 莱森要还他八粮 你是怎么得了 还不如贫穷人家 粗茶淡饭 少造业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透支 所以 佛教我们修善 上面有一句话 你漏掉了 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这就对了 这个是菩萨行 菩萨的事业 立一向修善